鬼谷子曰,分威法服熊分威者,神之父也。 分威法服熊这句话是说,与对手交锋时想分散对手威势,可以效法熊狩猎。 熊是庞然大物却懂得隐藏埋伏,常常猎物不清不楚就被扑击裂杀。 再来分威者,神之父也是说,分威是神乎奇迹般的埋伏战术。 熊在埋伏时会不属一切。 完成设置后,猎物出现,熊精准攻击,缠上猎物后一击必杀。 而我们可以效仿熊,与对手交锋时隐藏自己暗中做足准备,调查清楚并计划部署后遇到机会,便能像浮熊一样发动攻击。 鬼谷子曰,故尽故致意,神归奇射,则微复圣矣,微复圣则内时间,内时间则莫当,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,而动其事如齐天。 这句话是说,内心平静可是心智稳定,以便对外界形势的探索和推演。 当我方实力不足时,我们要固守精神,归奇心神,保持内心的坚定和专注。 我方可以效仿熊冬眠的状态,掩藏自己的内心。 韬光养晦不轻易暴露自己潜伏环境中以积蓄力量,隐藏自我内心平静,力量集中。 机会到来后,我方威势旺盛可以像熊一样强大勇猛的征服目标。 就像孙子兵法说的,我专为一,敌分为十,我方把兵力集中在一起,设法使敌人的兵力分散为十分,分散对方的力量各个击破。 于是,我方可以用十倍的兵力去打击敌人。 仿效熊埋伏做好准备后强力勇猛的攻击猎物,这意味着我们要有耐心降装熊冬眠的状态等待以强肌肉的机会。 发动攻击前,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虚弱敌人的实力,或攻击敌人的力量较小的部分以强肌肉。 鬼谷子说,莫当,则能以分人之位,而动其事,如其天,以食取虚,以忧取无,若宜移称诛。 要达到这种状态,我们首先要模仿熊的行为,熊有能力在战斗之前蓄力积累自身力量,这也意味着要对事物发展进行推演,以做好准备。 在行动之前,首先在内心中推演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。 以做好充足准备,实际谋可以快速应对各种情况。 准备充足实力雄厚坚不可摧就叫莫当,一旦发动攻势,则会排山倒海使敌人无法抵挡。 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争和策略,还适用于各个领域的生活和工作中。 通过合理的计划,聪明的策略和团队协作,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。 实现成功,无论是在学术,职场还是志愿者工作中,都可以运用鬼谷子的智慧。 将任务分解成更小的部分,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每个成员的力量,从而达到整体的成功。 分威法服雄不仅仅是一种教会,也是一种思维方式,帮助我们分散对手的威势。 削弱他们的实力,最终实现胜利。 以史为建红军长征中,是应用分威法服雄经典的成功战力。 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面临了极为严峻的形势。 蒋介石调集了约40万兵力的乡军、川军、滇军以及中央军,对红军的3万多人进行围追堵截。 形势非常不利,会摆脱围追堵截。 最初,中央红军计划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,但在一次战斗中陷入僵局,红军有可能全军覆没。 所以红军开始隐藏埋伏,毛泽东果断提出撤退,放弃渡江计划,通过四度赤水实施机动撤退。 这一决策改变了形势,随后,红军采取巧妙策略,三度赤水,引敌人进脚,然后四度赤水成功脱困,为长征转运战略打开了机会。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是毛泽东善于发现战机的表现,也扭转了红军长征中的被动局面,为后续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。 最后发挥了扶熊之法,调动组织力量让红军装为一,而蒋介石军队内部零零散散,还彼此有矛盾甚至军头兼内斗,红军兵力集中在一处发挥集中优势,将蒋介石方面各力量各个击破,一步一步吃掉巨大的湘军、川军、边军以及中央军。 结论,分威法扶熊,意味着在与对手交锋时,通过分散对手的力量,类似于熊的埋伏,以强击弱以势薄一。 禁锢之意,神规其射,当自身力量不足时,要保持内心平静和坚定。 等待时机,就像熊冬眠一样隐藏自己修养实力。 以时取虚,以有取无,我方充足准备攻击对手无防备,强调在行动前的计划和策略。 弱化对手的实力并且实前要准备充足,以做到我有备对敌无备,以待老取得优势,莫当,能以分人之威。 而动机是,强调不与对手直接对抗,而是通过集中强大自己力量并弱化对手,创造以我方强大的态势。 对比对方脆弱而达到形势,必然强。 不战而胜的境界,例如埋伏的熊见到猎物突然显现巨大的形体。 对猎物攻击时,猎物毫无防备,以致惊吓弱化而无法逃离。 此种战术使对手莫之能抵挡,扶熊得以取胜。 以上是鬼谷子本经的扶熊篇,谢谢收看。